欢迎回到管理下新闻 这阵子火灾意外频传 尤其是老旧公寓或是顶楼加盖 造成了不少人员伤亡 汐止符伦社热心工艺 就特别捐赠了1385个独立式住宅 用火灾警报器给新北市消防局 并且在13号上午在社后消防分队 是举行了捐赠仪式 13号上午在社后消防分队举办的 汐止符伦社捐赠住宅警报器的典礼上 包括消防局副局长第六大队长 施议员廖正良都来参加 符伦社就表示秉持回馈地方 则是特别捐赠一批住宅警报器 希望对于预防火警意外有帮助 这一点点的心意代表说 对这个胖火下地的重视 对他们的任务要执行的时候 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也希望说我们的火灾在发生进行的时候 我们的百姓可以知道危险 可以在这些事情要发生进行 就可以平安 不用让火灾来影响到我们的死命和财产 新美市政府消防局副局长就表示 住警器有提早侦测烟雾通报讨生的功能 另外安装简便而且电池供电时效长的特性 在火灾发生的初期 这个住警器能侦测异常温度或是烟雾 进而发出巨大声响 提醒住户进行火灾应变及避难行动 降低住宅火警人民伤亡 我想住宅的住警器 其实在火灾可以发生很大的功能 第一个他在深夜的时候在人熟睡的时候 他会因为熔烟高温而启动 那目前都属于长效型 可以有十年免犯电池 那新北市感谢这次火灾社 真正1385个 那这1385个 我们会优先透过互宣跟益销或是锦销 给一些弱势跟长者的家庭来推动 那我是双重生物 除了是火灾社的社员之外 也是我们益销的一份子 所以今天特别用社会服务的金额 来监证这个家庭火灾警报器 给我们的一日期的第一收入户的市民 让他们有一个警报的警觉 万一有发生火灾的话 这个警报只要接触到烟都会有警报 等到消防车赶到现场可能已经来不及 但是有了住宅警报器 却能在火灾发生初期 就能提醒住户警觉 这次汐止服务人设一口气 捐赠了近1400台的住宅警报器 消防局后续将透过消防同仁 傅宣队做推广 在汐止地区有限针对弱势族群 进行法防安装 志陈慧林 细致采访报道